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纪人口评选当中 中国创报仍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传销的话题 2013年10月我们栏目收到了一个求助请求 求助的是一对来自江苏常州的80后小夫妻 他们的母亲朱女士几个月前去了一次合肥 没想到这一去从此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2013年10月 记者来到江苏省常州市 见到了小娟夫妻二人 他们正焦急的等待记者的到来 因为就在几天前 小娟接到了母亲朱女士的一个电话 正是那个电话让小娟几天来都坐立不安 甚至在对记者讲述时 还是难以控制情绪 失声痛哭 小娟刚刚说了两句话 由于情绪激动 采访便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 一番安慰之后 小娟的丈夫陈先生告诉记者 2013年5月开始 岳母朱女士便长期住在合肥部回家 由于放心不下 她和妻子曾专门前往合肥 希望接母亲回家 这才发现朱女士竟然正在和人一起从事传销 其实这些就是我妈妈一直想把我叫过去 然后加入这个行业 我们又一直想把我妈确认说出来 所以现在就有这种状态 然后不然因为我在网上也找到北京有个反传协会 然后找到他们 然后请老师过来劝说我 劝说其实效果不是太好 因为我妈始终相信 她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支持 暗中支持 经过一番垃圾 几天前 朱女士给女儿小娟下了最后通牒 必须带着六万九千八百元钱到合肥加入传销组织 不然便断绝母女关系 母亲的态度让小娟几近崩溃 小娟夫妇告诉记者 知道母亲朱女士从事传销后 他们想了很多方法想把母亲从传销的泥潭里解救出来 他们曾经在合肥报过警 找过工商部门和打击传销办公室 可是都没有结果 了解释信了原委之后 记者决定跟随小娟一同前往合肥 看看能不能帮助朱女士脱离传销团伙 挽回小娟即将破裂的母女关系 2013年10月记者以小娟朋友的身份 和她一起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 而一听说女儿和朋友到合肥来了 朱女士就在电话里再三要求小娟 下了火车 一定要一起先到她的住处坐一坐 初次见面 朱女士便显得十分热情 一边问长问短 一边带记者来到了位于合肥市卢阳区 荣原丽群小区的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位 进屋后记者发现 屋子里还有好几个人 后来 一番客气之后 几名传销人员开始劝说记者在合肥多待几天 好了解一个赚钱的机会 看到记者态度有些犹豫 他们提出要带记者见一个老板 并且很肯定地告诉记者 只要和这个老板聊完 记者一定会对这个生意感兴趣的 第二天上午 朱女士让一名男子领着记者 来到了锦衣街之隔的和塘月色小区 敲开了另一名传销人员的房门 你今天来了解的是我们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如此大好气味 是个生意很新鲜 知道的人是特别的少 今天这个生意来采取了封闭式运行 从1998年到现在 已经有健康有趣的发展了15个年 它叫自愿连锁清明业 今天这个生意来 它为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 它可以边学边做边交边拉收入的一个生意 当年学到初级集端的时候你就有千元的收入 到了中级集端来你就有万元的收入 那么到了高级集端来你就有六位数的万元收入 这名中年妇女滔滔不绝东拉西扯 这名中年妇女滔滔不绝东拉西扯 在这里的自愿连锁经营业是做什么的 只是不停的劝记者在在合肥待几天继续了解 一个小时之后中年女子准备起身送客 离开荷塘月色小区 陪同的那名男子来到了附近另一个小区的一栋居民楼 在这套三十一亭的住宅里 有一名男子正在等候记者的到来 我以前刚才也介绍了 我以前是在城管局的 南京市有花台区城管局的十二七年 这里是一次性的资料理 你已经是等下几十年的钱 这里是通过两个三年 运用职业建筑和方法的形式 通过那个工具 国际三千证 那个导致大家的一切都一样 累积了一千年四十万 谁能够保证你 进入投资的领域一定能够赚钱 谁也能保护 谁也能保护 这名男子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自称正在从事的传销生意 是国家支持法律允许的 希望打消记者对传销 是违法行为的顾虑 在随后的几天里 记者每天都会被人带往 四个不同的地点 每次都有一个传销人员 对记者进行一个小时的洗脑 所说的内容也是越来越离奇 除了北京有大师伙 全国只有管系 你看这么多神职 北京有大师伙 剩下的就是管系 那个大师伙 什么大师伙 外国的大师伙 外国的那个大师伙 大师伙不就是国外的 驻华大师吗 是吧 搞卸了 我不知道 那个大师伙 跟越南就各条高峰马路 紧隔三百公里 那个大师伙的名称叫 东门十加三 你可能真不知道知道 这立波也好 李勇也好 这央视的四大名女 为什么好像要出去吧 他知道 不知道吧 在传销分子嘴里 传销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各级经营 而如今传销泛滥的广西北海 则如当年的深圳 受到享有国家诸多的优惠政策 传销分子把广西的经济发展 添油加速后 灭造成了暗示传销合法的所谓现象 目的就是以讹传讹 故弄玄虚 不断诱骗不明就里的人 前往广西 进一步接受传销团伙的洗脑 同时 他们还把很多国家打击传销的行动 反过来说成是保护传销分子的 所谓宏观调控 企图用颠倒黑白的手法 掩盖传销的违法犯罪本质 最近看一下一些 网上的一些 就是公文报道 一些宏观调控的例子 这是合肥的 这是安慰卫视部份的 就是前几个月报道 合肥搞的一些宏观调控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离我们这儿比较近 蛮近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视频就看出来 就是你有这种 就是说典型的这种渔民政策 很多人不注意去看的话 就是以为 这个如阳区这个地方 很多潮延温存 是不是 很多人就是说 就不敢过来 其实人家担小人不敢过来 做宏观调控的目的 也要大目的 第一 它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行业 能够健康 或者过于有时的发展 保护我们这群人 它做给当初老百姓 看是不是就保护我们这群人了 是的 否则当初老百姓 对我们很有威胁 对吧 我们在这里的 人生安全和财产 你绝对得不到我 这是第一目的 再限制这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 他必须要 按照他自然客观的发展 国内去发展 否则就会形成泡沫精神 他没有存在的贼 他合肥 他说合肥一度传销 你说还有几个人干来 没几个人干来 对吧 他是不是足以来一大体验 我的同事告诉我 在卧底暗访前后 五天时间里 共有二十个传销人员 每天四班 轮返给记者洗脑 讲来讲去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谎称这个自愿 连锁经营业的生意 是国家支持 法律允许的 谎言重复千遍 确实容易让人迷惑 那么已经深陷 传销团伙多时的朱女士 还能不能醒悟过来 记者在这个传销窝点发现 这套三十亿厅的 普通居民住宅里 住着五六个传销人员 朱女士在这里 除了一起接受洗脑 每天还需要做 其他人的一日三餐 而其他的传销人员 空闲时 则看电视 打发时间 记者找机会 单独与朱女士攀谈 发现她对传销人员 所宣传的谎言 可以说是深信不疑 唤醒这位无辜的母亲 让她看清 传销的真面目 重新与家人团聚 是记者最急切的愿望 记者试图 以朱女士 已经付出近十万元积蓄 但分文未得作为例子 希望能使她有所触动 你拿一个钱 就是这个生意里面 拿一个 怎么不拿到钱呢 下面就是28年之间 拿到15万 拿到25万 怎么不拿到钱呢 现在 阿姨你每个月现在拿多少钱 你要是不拿钱呢 就是说在美女人来了 在这个子弹期间 就拿到15万 25万 就是看你怎么排 对于这个人怎么排 这个排的也有知识 这个知识 但是我们 就是这么 我们不看到下面的钱 我们就看到上面的钱 下面的钱就是 15万 25万 就这么一天钱 对吧 就是看到上面的六位数 每个月都收了 每个月就可以 对于几个月后 能拿到六位数的月收入 朱阿姨深信不疑 除了自己的女儿 她把记者也看作 自己将来的下线 满心希望的 被洗了五天脑的记者 加入传交组织 这我告诉小王 这真正的排队 也真正的 很穷的 是一个良好剧 已经待在合肥 长达半年多的朱女士 除了用亲情逼着女儿小娟 来合肥接受洗脑外 至今没有拉到一个人 更没有赚到过一分钱 虽然她对传销人员的谎言 深信不疑 认为自己肯定能拿到 传说中的一千零四十万 但贝利里其他传销人员 对她却不屑一顾 记者发现 朱女士已经对传销中的 一切不正常现象 都按照传销人员的解释 进行了相应的理解 即使这些解释非常荒诞 她也深信不疑 已经不太可能 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假的 更难主动放弃传销 这一天 传销人员告诉记者 有一个已经上总的传销头目 要来朱阿姨的住处 和记者谈谈 记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通知警方行动 这个中年男子叫李传富 是合肥传销团传销团伙中 南京体系的诸多老总之一 也是这套30亿厅里 所有传销人员的上线 她此诚专程来向记者宣传 所谓的宏观调控 也就是让记者回家后 依然相信传销是合法的 不要相信媒体上 关于打击传销的新闻报道 就在李传富在房间中 口若悬河的大团传销合法的时候 记者用手机通知了 附近的小军丈夫陈先生 陈先生按照约定 打电话向登底派出所报了警 您好 我是那个 然后我妈现在就在 连信去那个 这边合肥的一个传销团 具体知道的 在那个合肥如阳区 那个游园利己和 发动二单元303 对 发动二单元303 他就说 好 过来 开明镜过来 你不来 个人 你不相信 你回 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这个是正常的 对不对 你必须 你回家去查 再往查 查的全面是福民国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土豆老师 人民政策 人民政策 把那些很多的 人民就挡在那里 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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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我们是做个人吗 老师没给你 啊 请听河啊 大家坐下来 试试一下 好 来啊 不别动啊 不别动啊 全部都别动啊 请坐到这边 试试一下 来 请听河好了 刚才还滔滔不绝的 传销头目李川夫 此时神情紧张 身体僵硬 面对警方的盘问 开始装傻充愣 这是不是叫李川夫啊 你以前在同学生做的什么 方面 什么 你以前在同学生做什么呢 我去的来 来看看 来 我 我也想看看 是不是做电锁经验 什么是电锁 我也不知道 不懂你 你看你们在车上写的 什么电锁经验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在对303室的搜查中 警察发现了大量传销的宣传品 笔记等 其中还有一张专门为记者准备的工作流程单 上面详细的记录着 为记者进行洗脑的日程安排 在小娟等人的理应外盒下 朱女士所在的这个传销窝点被警方断掉了 传销分子在警方面前的恐慌和抵赖 朱女士也都看见了 那么朱女士能从此幡然醒悟吗 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让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当天警方清查该传销窝点后 民警将李船夫 朱女士等人一同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在派出所里 传销人员百般抵赖 拒不承认 气焰十分嚣张 就在警方在派出所内询问嫌疑人的过程中 李船夫的手机响个不停 得到消息的其他传销分子 轮番不停的拨打她的电话 大约半个小时后 李船夫手机突然安静了 同时 另一名嫌疑人的手机收到了这样的报信短信 在派出所里 民警将朱女士与其他传销分子分开 对其进行单独教育 告知其传销的违法性 但朱女士始终一声不吭 小娟和丈夫陈先生觉得 在事实面前 这回朱女士一定能够回心转意 脱离传销了 于是小娟满心欢喜的来找母亲 准备接母亲一起回家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待她的 竟然是母亲从未有过的历生责骂 你不要在这边 你不要在这边 我这是什么计划 你不要在这边 你不要在这边 我什么时候来到我了 你不要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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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处的啊 我告诉你 因为你今天准备给我的名字 让我告诉你 我回去给你 因为你今天准备给我的名字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了多少次啊 你都不想让她放下你啊 别人都不想让她放下你啊 别人都不想让她放下你啊 看到朱女士如此执迷不悟 民警也开始帮着做工作 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民警长达六个多小时的教育后 朱女士仍然认为 传销是政府支持的 坚持要继续从事传销 解救行动不但没有让这个母亲回心转意 反而使母女关系面临崩溃 看着被传销人员洗脑洗成这样的母亲 小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突然冲出房间 直奔传销头目李传傅等人所在的房间 我不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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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我不是动手啊 我不打她 你又不要讲过苏林啊 苏林跟你一样啊 你不是警察那你到老了一辈子的 苏林大 早是警察 这边 因为爱母心切 女儿小圈的精神激进崩溃 而那边 执迷不悟的母亲朱女士 面对警方还在振振有词 完全意识不到 自己其实是一个传销受害者 因为你现在这个女儿去看啊 多数人来把我相信 不把她 你们不开始把她赶回家 我不相信 而是你们不赶回家 你从任何一个司法区都得了 她也并不回家 这个行业当中也有很多司法区都得了 把自己的亲人 亲朋好友的钱全骗过来 然后最后 什么亲情什么都不要了 就是你们的后果 你们想看到这些后果 我没这么骗亲朋好友的亲情 那你现在跟你女儿 你觉得正常吗 当天晚上警方在进行教育后 允许朱女士离开了派出所 这个传销团伙被警方端掉了 按说呢 朱女士没有了在从事传销的环境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经历半小时 欢迎回来 从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们看到朱女士 所在的传销窝点被警方端掉 但是我的同事告诉我 第二天包括李传复在内 所有传销人员均被释放 朱女士离开派出所后 和李传复等人令租房屋 继续在合肥从事传销 这是一次并不成功的解救行动 那么为什么警方会放人 李传复这样的传销人员 为什么没有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李旭民间反传销人选 在多年反传销的经历中 对传销所涉及的种种问题 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现在就是说新法确认期 新增进了组织民导传销火轮队 那么他的立案最次标准 他是三十个人三级 那么这个门槛确实有点太高 所以说导致了就是说很多工程官 在那个查处的时候取证很困难 很难找到有三十个人来指任 李旭告诉记者 传销分子把骗到一定数量的人 晋升为传销网络中层骨干的老总 称为上总 目前大多数传销团伙都把 上总所需的下陷人数定为29人 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抓获传销分子后 如果找不出三十个下陷来指任 一般只能将其留置很短的时间 就得释放 而成功骗到大量下陷的传销分子 一旦上总以后 就会躲到幕后 身居检出 不再自己出马 拉人加入传销 他们将这种转入地下 称为退出几次 种种眼人耳目的精心设计 目的都是逃避法律打击 同时 由于大多数传销分子不够立案标准 警方经过教育 一般都依法释放 这种依法处理的行为 到了传销分子嘴里 变成了所谓的宏观调控 公传公安在这个宣传 长销里面已经提前打了预防事 就是说这是公传调控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已经就是说 习以为常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说 很多人啊 从那个工传公安部门出来以后 他们还感觉什么呢 就是传销组织就会宣传 你看这个肯定不违法 违法的话肯定不会把我们放出来 事实上截至2013年年底 合肥警方共抓获811名传销违法犯罪人员 其中303人被刑事拘留 很多传销案件 疑似就有数十名传销人员被判刑入狱 而传销人员往往对此避而不谈 或者声称那是非法传销 而他们自己从事的是合法的资本运作 有很多人像朱女士 依然在这样的组织中 执迷不悟越陷越深 传销被称作经济邪窍 经过多年演变 整理出一套套拉人头体系 具有很大的迷惑力 加之某些人自身内心深处 一夜暴富的渴求 不切实际的成功观 使他们总是深陷其中 令亲人流泪 亲情流散 我们注意到警方 如果不能对传销团伙实行严厉大击 这些团伙很快又会死 而且这反而会成为传销组织 进行宣传的又一个说辞 我们也盼望相关的 立法执法机构能够进行 切实有效的反应 当然无论怎样 我们都应该对无需付出的收获 说不提高警惕 远离传销 好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明星期发明明了